参与的俄乌战争的调停建议 对台湾的特别行政区都是为了他想当总统 要体现自己的整个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见解 那经过如果俄乌战争成功的劝和解下来 一定获诺贝尔奖一定会大大的有利他竞选总统 同样那两个地区的生意他也拿下来了 中国共产党上他保证他不要用天链 那就是我给你利益我也帮你竞选总统 台湾的问题也一样 就是他是一箭三调既想选总统搞政治 还想占领市场赚钱 第三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所谓的超越市场经济的一个回旋的空间 这是这是真正最危险的 这个艾伦马斯克先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当这个世界又想要政权 还想要世界的经济控制大权 从人类到今天基本上没有一个成功的 没有一个成功的 就是说我还想要情怀要信仰 我还想要全力统治人类和国家 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 大家请我找一个成功的 他这个更大了 我不但要政治要市场 我还要容易 这个在人类上 在20万年的人类 几十万一年的地球 没有发生过 这个就他不在美国出生 不用想不在美国出生 他也可以突破的可以修改宪法的 让他可以控制一个人来去选总统的 都没有问题的 他要权力嘛 是吧 你要中期选举完以后 谁谁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呢 一定不是站在那个讲台上的人 是吧 这是我觉得我觉得是危险的 是很危险的 那么跟共产党这个 我认为最终 艾伦马斯克最大的问题 算所有的灾难 都会是共产党给他的 艾伦马斯克先生这么聪明的人 他一定会发现 所有他的问题 都是共产党带给他的 只要他能活过这几年 艾伦马斯克先生一定未来